卡通片听过是一个很烦的一件事 怎样犯犯 很烦 怎样犯 以前我们去配音不用要什么 你都可以试试这把声对 时事就已经可以去配 他就是怕你黑伤作业 所以他就要试音 以前就不是 但是我的配音 由第一天开始有人找我去配卡通片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 我最重要是拍第一 配第一个卡通片的时候 虫虫特工队 他要我们每一个人要做一个声版 做完声版上去 未必一定中的 还要让那间公司选择 选择完声版 你会否觉得你OK OK了之后 就像做audition 然后才给你 好像你去做舞台 是一样 他们可以是这样的 但现在的广告也是这样的 就算我今早的工作 都需要三把声选择一把声 广告就没得说了 广告是一个商业性的 卡通片也很重要的 其实那些西人哥哥 他要听你的圆声 最重要 你的圆声相似 他就OK 还有他给你那个声版的片段 其实有几种情绪 只要你达标那几种情绪 即是喜怒哀乐 是不是那几种 他剪给你 他剪给你 通常他剪给你 我们最有趣的地方 录音版的时候 他不会给我的圆片 只剪给我看的 只剪给你声 不是 他有给我们看的 有时候他只是听声 因为我们最重要的 我两位的时候 他就给一个很奇怪的 叫做手绘本给你 哦 即是给你一个圆形 给你一个圆形 给你一个圆形 对 他就不会给你圆片 即是你没有圆形 他给一条圆形 就是你要看他的圆形 然后你去圆形 就想像他 那个圆形 应该拥有什么圆形 幸好小弟 因为这个外形 外形和声音很合 他很肥的 是啊 我背出的是肥仔 很轮盡 很肥仔 终于都给我 其实肥仔声是漂亮的 肥仔声是够厚的 够厚 够厚 肥仔声是漂亮的 嗯 瘦的那些 反而薄一点 和尖一点 是啊 所以小弟 一旦有幸 都配过这个 入型入格就想要 那种 其实就是 即是怎么说也好 其实配音是一个 很专业的一件 绝对专业 事业 我觉得 无论任何人 都真的 都应该要尊重你自己的职业 嗯 即是 建业拗业 是很重要的 无论你是否真的想入这个配音界也好 就好像刚才的施宗所说 做什么行业也是 认真一点 你要喜欢 认真 认真 才能加入这一行 当你加入了这一行的时候 你就发觉了原来背后 是有很多 当然有辛酸的 但也有很多好坏的 亦有很多好坏的 亦有很多好坏的 是啊 好坏的时候 你得出来的那种快乐 是无可 成功感成就感 你投入了一件事里面 是不是 所以大家都真的要 用心去做事 所有事情 好了 今天就多谢施聪和董 分享了我们的小朋友 很多的朋友 解答了很多的疑惑之外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勉励了很多的朋友 如何入行 多谢 总之喜欢那样东西 就热爱他 是 是 希望大家可以开花结果 没错 好像拍拖一样 是 是 和你的工作谈戀外 哈哈哈 不过似乎就是 我未够后 是啊 我真是想找到那些人 叫施聪上来 再和我们讲多一点 好 因为今天似乎 讲了一些很鼓励的性质 因为不够 妈妈 我想下次找施聪上来 讲一下 有没有一些客幕 是 客幕 有没有随时 是 有没有一些 其实到现在为止 在他心目中里面 有没有一些配音员 真是很恨憎 不 哈哈哈 这些这样 我们留下一次 先买个关子 好吗 我们再找一次 再请施聪上来 和大家继续 慢慢设 好吗 谢谢大家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下次再见 拜拜